宋代的词业十分繁荣 它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南清北白的词业布局 并形成了一个多种类的 有自己风貌特色的六大词谣体系 和文明于世的五大民谣 汝、关、歌、君、定谣 五大民谣之一的宋代君谣谣旨 位于河南省宇县军台于八卦洞附近 君谣瓷器已规律异常的君佑 名阳四海 但关于君谣的历史 他的史稍年代曾一度有过争议 君谣在文献资料上 没有留给后人详识的说法 他的流传后世的实物又少 专家们各自寻谷 并引经据点地阐述着不同的观点 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关于君谣的历史一直没有定论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专家们多次到君谣窑口遗址 进行调查和发掘 终于揭开了这不及迷离的面纱 特别是七十年代 河南省博物馆 对君谣在河南宇县八卦洞 及君台的古词窑址 进行了局部发掘 清理出窑炉 作坊 灰坑等重要遗迹 还出土了窑具 瓷器 及瓷片标本 等大量文物 未经许可,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遗址的发掘中,清理出了一些窑炉。 双火堂窑是北宋徽宗时期建的。 它有两个半圆形火堂,这个窑有四个烟囱,窑门在左边火堂,窑门很小,在当时只能供一个人爬得进去。 双火堂窑是在1964年时被发现,1973年挖掘清理出来,1988年被定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道燕窑,也是北宋徽宗时期建的。 这个窑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军窑,是一个馒头状的窑。 窑堂里面有一个方形的窑床,窑床底部有五个方形的烟道。 这个窑之所以叫道燕窑,是因为前半部分没有烟囱,而烟生起来后,又倒下来从底部的五个烟道出去。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